还有带你来看现在缩时摄影 这种摄影方法真的是非常流行 国内的文化大学 也有一位二年级的乔生 利用这种方式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拍了两万多张照片 把文化大学的特色 浓雾跟业景 完美地呈现在三分钟的影片当中 精致的作品 看了会让人忍不住着发生赞叹神 恶劣的天气 是很多人对文化大学的第一印象 中年潮湿 云雾缭绕 夸张一点的说法 上课上到一半 甚至可以看见云从窗户 飘了进来 不管是体育馆 还是阳明山的后山 甚至是传出闹鬼的大人馆 共同的特色就是雾雾雾 为了改变大家对于文化大学的印象 资产系二年级的胡同学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拍了两万多张的照片 经过电脑后制最后挑出了六千多张 制成了这一部片长三分钟的文化新影响 拍个半小时左右 一个画面而已 然后就可能当你结束以后 你把它放到电脑 放到电脑里面去 然后你发现到就可能摇晃 然后就整个画面都不能用 在这一个月的过程里 遇到挫折是家常便饭 但是当成品做出来时 那股成就感 瞬间把之前的瓶颈统统扫光光 然后就路上 然后你看到跟朋友打到路上 说你的作品好棒 那种听到别人称赞你 就感觉又很不错 这部影片原本是胡同学的期末作业 但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他 透过这次的拍摄 从教室看见了窗外的蔚蓝天空 球场上的纯真笑容 也重新发现他对文化大学的新影响